大家好!歡迎來到《月餘天地》! 最新報導 TVB萬千聖輝頒獎典禮2023-14日晚上8時 在澳門正式舉行 TVB同報直播頒獎禮盛放 今年時帝大戰格外激烈 現場組合了陳豪陳欣、蕭靜南黃翠茹、 陳展鵬、線文友、馬國明、湯樂文等 四對升級夫妻黨為大獎造勢 相當有漢頭 結果陳豪憑著破毒強人奪得殊榮 陳欣在台上見到老公得獎 那動得淚水在眼鏘裏打轉 回想起陳豪自2007年憑直唐森風部一劇 在萬千聖輝頒獎典禮 跌得時低及我最喜愛的電視男角色 成為商料得主 時隔16年終於再次摘得最佳男主角桂冠 陳豪在台上致詞時表示 破毒強人這部劇集給觀眾帶來了不少驚喜 多謝羅永賢導演賦予我這個角色 讓觀眾看導演員不為人之的一面 也吸引那些已久未追劇的觀眾重新點上電視機 感謝珍珍多年如一日的鼓勵與交悔 惡小姐的關華支持 以及智慧大哥給予演員意想不到的機會 講到家人之時 陳豪特別感謝妻子陳恩 若非他把家庭照顧得無微不知 我怎能全心逃入於表現呢 更不要說我母親和兩位哥哥始終密密地撐住我 得獎後 陳豪在後台被訪問時坦然 這次得獎證明了多年來沉醉於拍攝劇集的決策 時對的最高興的是有他的令一半陳恩親手頒獎給他 喜悅之情日於言表 關於慶祝方式陳豪就有點牛脾氣 表示自己不太喜歡大肆慶祝 但為了感謝太太 也許會安排一場浪漫的二人世界 在萬戰勝費頒獎典禮2023中 陳豪憑著破毒強人入圍了最佳男主角 和大灣區最喜愛TVB男主角 而2023年對陳豪來說 棄露寬廣數一數他的代表作 還有與愛妻陳恩合作的羅敏歐與足英台 這一次陳豪繼堂深風暴後 時隔16年再次奪得時帝寶座 實至名歸 再說到陳豪近年來不少藝人北上淘金 甚至選擇在內地定居 陳豪卻始終淡定致詞 甚至為了家庭一度他絕不上的工作機會 疫情期間對所有行業都是一個打擊 香港的演藝行業也不例外 不少香港藝人因為熱情而工作告急 有些甚至一路北上反內地去拍片 或者做網購直播大課 但是陳豪就算有不少內地的金主邀請 他都一直堅守在香港 不願輕易遠走他鄉 陳豪的堅持背後 有他對社會責任的考慮 也有對家庭的愛 他不想自己成為病毒傳播的風險 更加重視與家人的相處時間 所以就算是工作關係 要與家人分開三個月 對陳豪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犧牲 所以就算是工作 他都希望能夠帶全家大小一起 共同面對 雖然如此 最近陳豪都開始優選 接受一些內地的工作 一現身就立即得到內地粉絲的熱烈支持 譬如在今年4月 陳豪去了廣州某商場商演 場面好大 他身邊有接近20名保鏢守護 光這個陣仗就已經看得出 他是TVB眾多簽樣藝人之中 在內地名氣和人氣最旺的一位 陳豪與TVB的合約前排都到期 TVB不懂開出三千萬高薪玩流他 還一直將他視為珍貴無可取代的無線一哥 29年的演藝生涯 陳豪定要是TVB的台處之一 近兩年來 陳豪在劇集方面一直都相當穩定 摺拍作品不斷 他也是各大品牌的心水選擇 廣告代言工作源源不絕 他的荷包自然是滿滿的 提到陳豪 他是出生自一個醫生家庭 天生優越 中學時期他全家就移居至澳洲 陳豪高大的身營 大學未畢業已經進入了無特兒的行業 之後慢慢返留香港工作 起初作為無特兒 陳豪在香港的金錢漩渦中迷失了方向 夜蒲生活透支超前 最後自己無了收入 甚至欠下一大筆債務 他為還債被迫振作起來 開始認真工作 1994年 陳豪踏入演藝圈 接拍了他人生中第一部電影《晚九朝五》 當初對於新人來說 片酬確實鼓勵人心 但後來他才知道這其實是三級片 對此 陳豪表示後悔無及 他坦然當時的自己內心保守 拍攝過程中折折失利 碰到情感障礙 直至今日回想起那段經歷 陳豪心裡依然五味集塵 首次深演三級片對他後來的演藝之路 好像沒什麼大礙 相反地他幸運地連續拿到幾份戲劇劇本 比如《救世神棍》 《慈雲山十三太保》和《古惑仔二》之《猛龍過歌》 當時的他因為樣子和聲音的特點 經常演《壞人一角》 在電影圈闖蕩了一段時間後 陳豪發現自己在演技上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覺得自己未成名 也少有機會大顯身手 於是決定加入娛樂圈的《少林子》 果然令到他意外禁賺到好後備 2000年 他加入了TVB就如開啟了事業的另一個門檻 第一部劇《妙手人心》 二挨他就飾演第三男主角 之後幾乎每一部劇集的角色都不離主角 TVB相當禁棄中他 他的演技都隨之跳躍進步 入行第三年 他憑藉諾神入面的曹丕一角 令到飛躍進步男藝園 此後他再主演《妙手人心》 《艾雲之水粉》 《壽才與雀兵》 《火舞黃沙金枝葉》等 多部經典劇集 人氣愈來愈旺 直到2007年 一個收視率超高的劇集《唐森峰步》播出 他在道面飾演的性格幽默 神態開張的得得地一個 一時之間火爆成為兩岸三地的紅人 他還因為禁的角色 以一個大熱的姿態奪到了2007年 萬千勝費頒獎典禮的最佳男主角 和我最喜愛的電視男角色兩獎 不少粉絲都為他開心得叫好 經過多年的努力 他已經成為一位非常優秀的演員 不僅只是獲得掌聲和鮮花 在TVB他更擁有了一位港姐老婆 絕對算是密超所值 而他過往被拜金女友鎖 最後娶了港姐冠軍陳欣薇 兩人合作無間 感情火速聲溫 短短兩年內宣布拉近天窗 陳欣薇的個性和陳浩的十分合拍 兩個人都喜歡小朋友 結婚後陳欣決定退出娛樂圈 全心全意支持陳浩 快快樂樂生樂三個子女 成就了陳浩想成為多子宮的願望 陳浩一直都不付所托 多年來努力賺錢楊家 對妻子和女個個都是百分百的愛護和盡責 確實是圈中難得一見的好老公和好爸爸 總括來說 陳浩能夠取得今天的事業成就 溫慶的家庭生活 全都是他用真誠和辛勤換來的 有這麼好的人品 他在娛樂圈紅這麼多年都沒什麼可怪 今次陳浩憑破獨強人扮演獨王再次獲得是帝題名 這個角色自己就有末期肺癌 為了演出真實 他下了不少苦工 不單止造型上比較頹廢 成劇的台詞幾乎都是用氣音溝通 原來這種獨特的聲線表現是陳浩自己主動提出來的 今次的聲音演繹有些破格 是一種大膽的嘗試 收到角色後我覺得要有些改變 於是我選擇用聲線來呈現這個改變 一開始不肯定行不行得通 不過最少要給觀眾感受到些新鮮感 一聽到我的聲音就會感到這個角色的特別 希望將來陳浩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美作品 祝願他一家人幸福滿滿 今集節目就講到這麼多了 下次再見